男人跨过警戒线 一步步走向龙椅 威厄雄伟的紫禁城 正是他曾经的家 而今是今日 他却需要买票参观 这就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位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1908年 三岁的溥仪被带进皇宫大殿 奄奄一息的慈禧太后留下临终遗言 话音刚落 还没来得及喝一碗王八汤 慈禧就嫁喝西娶 年仅三岁的溥仪 就这样继为登基坐上龙椅 在大殿上接受百官跪拜 但年幼的他对这一切充满困惑 也根本坐不住 太监在一旁提醒他就快晚了 没想到此言一出一语成衬 一刻也经不下来的溥仪 被一只锅锅的叫声吸引 几经寻找后 终于在一名大臣的手中得到了他 而这只被困住的虫子 仿佛贯穿了溥仪的一生 成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 但也成了孤寒高位的存在 伺候他的下人无数 却没有人真正懂他 当天色渐渐暗下来 溥仪单纯地问道 转眼七年过去 溥仪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 弟弟溥仪行礼跪拜 溥仪却直接从他身上跨过 来到生母面前 血肉至亲就这样被生生隔断 好在弟弟溥仪被留在宫中 但两人地位悬殊 溥仪高高在上坐着轿子 弟弟只能在一旁跟着跑 一旁的奴才们纷纷背过身去 不敢多看一眼 然而毕竟还是孩子 溥仪和溥仪很快就熟络起来 带着他嬉戏玩耍 参观皇宫大内 玩累了 溥仪就一头扎进乳母的怀里 正在游湖的太妃 将这荒诞的一幕尽收眼底 不久后就将乳母秘密送出宫外 任凭溥仪如何追赶 穿过偌大的紫禁城 还有一扇城门声声阻挡着他 他无力反抗这一切 此时的他更不知 仅仅一墙之隔的外面 早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看见弟弟穿了黄色衣服 溥仪立马命令他脱下 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 溥仪不敢相信 随即喊来一个太监 命令他喝下眼前的墨水 以此来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 溥仪不服气 带着溥仪爬上城墙往外看 只见一辆不需要马拉 就能向前行驶的车 而车上坐着的正是袁世凯 所有人联手为溥仪编织的美梦 在此刻支离破碎 他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 但其实不过是被死死囚禁的龙中群 16岁的溥仪迎来了一位新老师 庄士敦教给溥仪很多新知识 溥仪西方先进文化 还带给他许多新鲜事物 教会他骑自行车 这天 正在学习的溥仪听到墙外的枪炮声 此起彼伏的还有学生的呐喊 溥仪趴在地上细细聆听 彼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地址 与日本人签订了21项条约 大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 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21天 浦仪很想出去看看 但他却无法逃出这牢笼一般的紫禁城 当得知母亲自杀 浦仪骑着自行车想要回家探望 然而厚厚的城门却将他死死拦住 连生母最后一面一面见 他的一生生命令 在沉默中显得苍白无力 就连放在胸口的老鼠 都想要逃出来喘口气 但他却被这座奢华的牢笼困住 无法呼吸 一次次的抗争 最终都归于了平静 溥仪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这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选秀大典 溥仪戴上眼镜 太妃们送上格格们的照片 溥仪看得毫无兴致 只有最后一位让他眼前一亮 于是拿出钢笔坐下记号 但最终还是太妃们帮他做了决定 溥仪喜欢的文秀被封为贵妃 17岁的溥仪被册封为皇后 可溥仪嫌皇后太老 然而到了大婚当晚 不想进士真相现场 他先是放出豪言壮志 表示如果自己可以亲政 必定要改变现在的婚姻制度 自主选择配偶 实现婚姻自由 新时代女性宥仪听了表示十分赞同 然而在掀开盖头 看见溥仪的模样后 溥仪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而婉仪也很懂得讨皇上开心 既然溥仪觉得这样的婚姻很过时 他便提议先做一对现代的夫妇 成年后的溥仪想要有所作为 在宫中大兴改革 先是当着嫔妃和众臣的面 一刀剪断了自己的辫子 又下令换掉财务总管 清点皇室库藏清单 查明国库中被贪污搜刮的珍宝 然而就在当晚 一场不明大火将一切珍宝烧毁 还包括了所有大臣和太监贪污的证据 溥仪很清楚这把火是因何而起 于是一指照令 将1200名太监遣散出宫 看着他们齐刷刷跪在紫禁城外 这一幕让溥仪久久不能忘怀 毕竟朝夕相处 溥仪早就将他们当作家人 时间来到1924年 溥仪正和皇后嫔妃们打着网球 一支军队冲进紫禁城 他们要清除前朝云面 要求溥仪与其家人在一个小时之内 从紫禁城离开 大门缓缓打开 溥仪缓缓走出这个困住他前半身的牢笼 但这一刻 他没有了从前那般的渴望 反而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 内心感到一阵恐慌 坐上汽车离开的紫禁城 溥仪的前半身至此结束 他将这些清晰的记忆 全部记录在看守所的日记本里 但审讯员要看的却不是这些 他们一脸严肃直说重点 我们想知道日本人